蒲昌議員 日文 homem打開 我們台灣大概在1960年代左右 那時候被大量的使用 那我們台灣早期有內籍 那就是因為大量使用地域的關係 讓內籍在我們台灣消失 那一直到了1972年 美国政府禁止使用DDD之后 我们台湾政府在1974年 就跟着禁止使用 所以1974年禁止使用 到2015年 其实有超过40年的时间 那那个核心医院的黄院长 他就说 一只才出生半年的鸟 还会发现出环境毒DDD 然后可能是这个DDD的毒性 长时间就不会被分解 另外一个是 我们台湾的农民 可能还有太拖拖地使用DDD 那其实我再分享 其实那个核心医院的黄院长 其实在发明DD对这个协责 其实早年还获得诺贝尔奖 那后来因为DDD 大量的危害环境之后 听说这个早期画面的画学家 好像还有出来做道歉 这个是后来有一次在分享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这样子跟我们讲 谢谢 点诺贝尔奖 今天就是 illustrations吧 我们还是要点诺贝尔奖 一分钟 这还是需要这样子的